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 这里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全国铁路系统正从蒂涅伯河 尼古拉耶夫和蒂涅伯罗将乌克兰各地海军陆战队 和各种重型武器高速运势到哈尔松州蒂涅伯河 准备在10月份发动全面抢滩登陆战 乌军海军陆战队第35和36旅 已转移到尼古拉耶夫州 在别列资涅谷瓦杰和沃洛基米里夫卡设立指挥部 在扎布洛前线的乌军海军陆战队第37和38旅 也正被转用到赫尔松前线 根据乌方的报道 可能10月份乌军也在蒂涅伯河这大股膜的渡河 当地时间10月1号 俄罗斯交通部发布公告称 因进行例行维修工作 克里米亚大桥骑车交通将于莫斯科时间10月2号21时至10月3号6时暂停 说的是例行维修 根据乌克兰政理报报道 在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城市战科仪 几个储存设施起火 俄罗斯当局声称火灾是由一枚被拦截的导弹的碎片引起 俄罗斯国安部称 俄罗斯防空系统过去一天内在克里斯齐福卡上空击落一架乌克兰苏二五轰炸机 还击落了37架乌克兰无人机以及其他目标 国防系统在位于莫斯科郊外和白俄罗斯边境斯莫洛斯克上空拦截了两架无人机 防空系统在空中摧毁了两枚乌克兰格鲁姆二弹道导弹 其碎片落在了詹克宜区 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国防部的报告啊 他就是这种格式啊 乌克兰的所有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 要么就是他的防空导弹拦截 要么就是他的目标拦截 总之是被拦截了 他也说的也没错啊 那个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索克洛夫 路深拦截风暴引引导弹 现在下落不明啊 我们看看其他战场这个情况啊 截止基辅时间啊 10月2日晚上19时 在巴克木特南义 双方打得最激烈的地区 认识K撑东北方向铁路线两侧 每天都是炮击不断 无人机飞来飞去 从战报上看双方应该打的是不分胜负 在安德列夫卡东面 乌军认识继续清剿铁路线东侧的俄军阵地 没有变化 在巴克木特北翼没有地面部队战斗 瓦西里夫卡村任在乌军控制中 俄军阵地在村东面大约500米的位置 目前乌军要拿下巴克木特的意图啊 已经越来越明显 从这个10月1号开始啊 乌军步兵已经全面开始渗透 进攻巴克木特南面 同时大量火炮和海马斯 开始轰击巴克木特 更南面和东面的所有俄军远程火炮阵地 乌军的这次行动啊带有突然性 而且态度积极 最明显的是乌军进入巴克木特 南面后开始转进巴克木特以东 目前这个趋势正在明显行程中 周边的俄军火炮损失非常严重 目前啊 尚不清楚巴克木特城内具体有多少俄军 如果形成包围对俄军极为不利 因为巴克木特啊 是泽伦斯基前不久宣布的 要拿下的两个城市之一 另外一个城市据估计啊 应该是托克马克 我们再看这个扎布罗热战场 10月2日 罗伯基涅区俄军组织反击 从前线消息来看 俄军在辛普罗科皮弗卡北侧 和维尔波维西侧 分别对乌军反线进行了反击 但军被乌军所击退 而乌军则继续在火炮掩护下 从东面进攻辛普罗科皮弗卡的 俄军阵地 在扎布罗热南线乌洛然涅区域 10月2日 俄军在普里优特涅东西两侧 发动对乌军阵地的进攻 取得进展 得到了航空火力的掩护 在扎维提涅巴扎尼亚北侧 乌军组织了小规模进攻 但未能突破俄军阵地 在辛顿涅斯克区域 乌军继续战术火力侦查 没有大规模的动作 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的说法 在罗伯基涅以南区域 这个局势非常不稳定 俄罗斯军队正在 罗伯基涅地区进行战术反击 作为针对乌克兰 在扎布罗热西部地区 进攻行动的纵身防御的一部分 如此同时 专家表示 罗伯基涅以南局势不稳定 一些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野战攻势 已经多次意图 该地区的战术局势复杂多变 这个也是咱们预料之中的 就是在扎布罗热前线 尤其是罗伯基涅 维尔伯维那一带 俄军是没有退路 就是他必须要趁土逼争 每个村庄 每个据点 一旦丢失了 他一定会组织干死队要反扑 他没有后退的余地 就再退 过几公里 就到了托克马克城了 乌军一旦到了托克马克城下 那基本上俄军失败 就指日可待 所以他每个地方 他都要跟乌军进行反复的争夺 那乌军也要进攻托克马克 他也不能绕过这些地方 所以双方在扎布罗热前线 在巴克木特前线 这两天 这个战线变化是非常小 没有什么变化 根据乌克兰情报总局的 这个发布的消息 乌克兰叫神风特工队 无人机袭击俄军的目标 就是10月1号 袭击的就是索器的 专门生产 KH59导弹的俄罗斯兵工厂 10月1号 由于斯摩伦斯克兵工厂遭到袭击 各种改进型的KH59导弹的生产过程被中断 据证实的数据 四分之三的无人机击中目标 对侵略国中共企业的生产设施造成重大破坏 KH9-59导弹 为空对地导弹 射程可达280公里 是俄罗斯空天军最常用的导弹之一 这个乌克兰的情报总局 用无人机袭击这个导弹工厂 造成这个导弹的生产受到影响 索契市市长科派霍罗德斯基表示 受此事件影响 14架航班暂时延误 1架航班取消 单地州长瓦西里·阿诺辛 也证实了这起袭击事件 他声称 斯摩伦斯克市的扎德尼普洛斯基区 使用了防空和电子战装置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该市居民看到了天空中冒出浓烟 当地网络媒体报导飞机制造厂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 俄罗斯人也听到了枪声 就说明乌坎这个情报总局 这次对索契导弹兵工厂的袭击 是非常成功的 不关是袭击这个导弹兵工厂 有消息称 乌军制定了一个不夜城计划 什么叫不夜城计划呢 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对 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主要城市进行空袭 就是用无人机去打击 让俄罗斯城市每天晚上都在爆炸的火光中燃烧 这个叫不夜城计划那就让俄罗斯所有的大城市这些居民 每天晚上都神经紧张 高度紧张 谁也不知道乌军的导弹无人机会打在什么地方 连莫斯科都开始挖防空洞了 莫斯科时报报道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乌克兰的空中袭击 俄各地的地铁站正在准备为防空洞做准备 这个俄军用导弹袭击击辅轰炸乌克兰全境 乌克兰人惊慌失措 钻到地铁或者是防空洞里面 结果这一幕一年以后 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 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也要扇赢 天道轮回 这一幕俄罗斯人也要尝一尝 关键是俄罗斯恐怕还要加倍偿还 因为俄罗斯这个乌克兰 他现在这个无人机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 他要加倍偿还 为什么呢 这是今日俄罗斯报道的 他说10月2号 俄罗斯消息报援引土耳其巴伊拉克塔尔无人机制造商 叫拜卡技术公司负责人巴伊拉克塔尔的话 报道称 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将能够获得改进版的巴伊拉克塔尔无人机 他还说 至于巴伊塔尔阿哲肯无人机 据我所知 这是一个正在考虑的问题 如此同时 他还指出 工产的员工日以继夜的为乌克兰组装无人机 土耳其在夜以继日的为乌克兰生产无人机 乌克兰自己也在生产无人机 所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只会越来越猛烈 越来越频繁 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一则突发消息 英国新任国防大臣沙普斯在保守党大会上突然宣布 英国将在波兰部署台风战斗机 除了作为回应波兰请求支援北约盟国之外 以便更好地抵御日益增长的俄罗斯干涉的威胁 此前 沙普斯还表态英国计划在乌克兰境内部署英军士兵 帮助乌克兰培训 以及在黑海部署军舰对山川进行保护 这个沙普斯国防大臣比上任强硬的多 他一上任就开始搞事 也就是这个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 把俄罗斯吓坏了 梅特维杰夫是破口大骂呀 所以这个苏拉克英国首相他在媒体面前 又把这个往回软了一软 他说啊目前还没有计划往乌克兰派遣士兵 你看他这个辟谣还相当于证实了 就是说目前还没计划派 随后恐怕就有计划派了 就说明他这个英国人呢往乌克兰派部队 然后派这个英国皇家海军进入黑海 这个都不是构思啊 这恐怕是他们一个方案 只是什么时候实施而已 欧盟外交部长和乌克兰 10月2号在基辅举行历史性会议 这次会议由欧盟以外 所有27个成员国外交部长啊 首次参加的会议 这个也可以视作是欧盟啊 支持乌克兰的一个举动 泽伦斯基说啊 说我们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面开展工作 确保恢复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 欧洲的完整 没有乌克兰就不可能有欧洲的完整 我们认为今天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 在乌克兰举行的会议 不仅是声援乌克兰的重要体现 也是朝着我们加强我们的欧洲 增强欧洲的领导力和主动性迈出的新的一步 会议期间 我荣幸的向爱尔兰 意大利 罗马尼亚 丹麦和法国的外交部长 颁发了国家奖 并感谢他们为加强国家间的合作 支持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在世界上支持我国做出重要个人贡献 你比如说丹麦支持未来四年 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内设立总额200亿欧元的乌克兰军事支持基金 丹麦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里再讲一讲 俄罗斯国内 俄罗斯空间军 由于这个压力太大 他不仅摔飞机 还被自己的防空部队击落 对吧 然后这个一如维护维修保养得不到保障 所以他摔飞机的现象非常严重 到了乌克兰领空容易被击落 还容易被自己的S300或者S400给击落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空间军飞行员压力巨大 高度紧张 最近有一名俄罗斯飞行员 他假装度假跑到阿联酋去了 结果跑到阿联酋之后 进入美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寻求庇护 俄罗斯卫队中卫飞行员加弗里勤科 利用前往阿联酋度假的机会 向美国大使馆自首 在那里 他宣称不愿意与乌克兰作战 并愿意与美国特工部门合作 8月底 俄罗斯D319独立直升飞机飞行员 马克希姆·库兹米诺夫 把一架米8直升机 开到了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 并为自己和家人获得了50万美元的奖励 庇护和新证件 结果这个事情 因为是乌克兰的情报总局策划的 安排了很长时间 这个成功的让俄罗斯空天军的一名飞行员叛逃 就投靠到乌克兰 这个事情对加弗里勤科有很大的触动 就是示范效应 他发现人家跑到乌克兰就挺好 提前把家里人就运到欧洲去了 所以这个加弗里勤科 他就有了想法 他也想叛逃 然而加弗里勤科逃完的直接根源 再说他训练时队友瓦西里耶夫中尉 第610飞行人员战斗和再培训中心的飞行员 瓦西里耶夫中尉 在俄北方军区成立后离开俄罗斯 目前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你看看 这个叫加弗里勤科 他身边很多人飞行员都叛逃了 这个瓦西里耶夫中尉 在游泳池边渡过悠闲的时光 为乌克兰军队组织训练营 就是为乌克兰军队服务了 并且可能与五角大楼代表分享官方信息 就是分享俄罗斯空殿军的一些信息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乌克兰的情报总局 他的策访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俄罗斯的飞行员们 就不愿意为普京去白白送死 去当炮灰 特别是马上F16就要进入乌克兰了 这个对俄罗斯的空间军来说又不是好消息 所以趁这个F16还没来之前 赶紧投诚到美国 这是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打击非常大 因为飞机还好办一点 这飞行员是非常难培训的 你看乌克兰现在就是飞行员培训 飞机就在丹麦、挪威、荷兰在美国 但是乌克兰培训还培训半年 接着半年的飞行员培训完之后 水平怎么样还不好说 因为毕竟没有实战 所以说现在有经验的 尤其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 那非常宝贵 结果不是在乌克兰战场被打死 就是自己摔死 要么就是叛逃了 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空间军来说打击非常大 最近关于这个和谈传言非常多 给人感觉好像美国、欧洲 要逼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 因为俄罗斯现在调门很低 拉夫罗夫说 只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什么只要乌克兰保留俄语 这笼八糟的 然后他们要尊重乌克兰的领头完整 尊重了1991年那个边界 虽然大家恐怕都知道 这个俄罗斯人叫欺骗 言而无信 但是毕竟有一部分人心动 有一部分人本身就不想打 就一直在呼吁听伙 你像特朗普 他觉得把乌克兰领头割点给俄罗斯也没啥 毕竟有这样的人 所以说拉夫罗夫抛出一个诱饵 那就有很多人就要鼓动 就要施加压力 施加影响 要求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 这个你不能忽视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这种反战 都希望停火 只如领土嘛 多一点少一点 无所谓 所以这个乌克兰纵统资伦斯基说 说乌克兰排除以放弃若干领土 换取加入北约可能性 据俄罗斯报纸网10月1日报道说 乌克兰议会电视频道援引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佩列贝尼斯的话 乌外交部排除了以放弃若干领土换取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这位副外长称 基辅并未收到西方伙伴或北约提出的让乌克兰放弃若干领土以换取加入北约的提议 他说乌克兰不会用领土来交易任何东西 早些时候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他不明白基辅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加入北约 据挪威世界之路报今年8月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绍尔陈佩格的办公室主任 在挪威阿伦达阿尔市举行的一次公开辩论中表示 如果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将其让给俄罗斯 从而结束军事冲突他就能加入北约 实际上还是要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和谈 然后把这个领土就让给俄罗斯 这样一和谈他不就停火了吗 双方就没有领土争议了 你把这四个州克里米亚都让给俄罗斯了 你还有什么争议啊 没有争议了又停火了 那乌克兰就可以加入北约 加入北约的障碍就被扫除了 现在乌克兰为什么不能加入北约呢 是因为乌克兰现在正在打仗 第二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有领土纠纷 你就这一条你就没有办法加入北约 但是乌克兰人是不可能同意的 他不可能同意拿领土去换和平 给他什么承诺都不行 实际上这些人拿加入北约来引诱乌克兰 让乌克兰同意跟俄罗斯去谈判 这个格鲁吉亚总统啊 祖拉比奇威利说啊 如果乌克兰陷入 俄罗斯将攻击波罗的海国家 这个是欧洲《政理报》报道 祖拉比奇威利表示 整个欧洲民主本身及其未来都出危险之中 他称啊 乌克兰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是最重要的 并补充说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斗 因为基辅已经抵抗了很长时间 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 他还说啊 轮到谁了 我们的还是你们的 就是说这个你们的指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啊 你已经告诉我们 如果俄罗斯不在乌克兰停止行动 我们就是下一个 在我们国家 俄罗斯在乌克兰有军事基地被占领的领土 在格鲁吉亚总统看来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已经输掉了第一轮比赛 现在乌克兰必须获胜 他相信这将带领大家取得胜利 并有助于确保和平与稳定 乌克兰及其总统所表现出的韧性和勇气 向全世界表明 他们有能力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对抗俄罗斯军队 羞辱俄罗斯军队 因为正在发生的一切 军事指挥官 军事战略的无休止变化 普里格金案表明俄罗斯总统 未能实现他为自己设定的野心 他正在继续的 不是一场军事战争 而是一场类似克格勃的战争 这个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小国 现在清醒的认识到 俄罗斯不侵略乌克兰 就会侵略波罗的海三国 要么就是哈瑟克斯坦 要么就是哥鲁基亚 这些国家没一个好得了 他们非常清楚 所以既然这样 俄罗斯他已经侵略了乌克兰 所以这些国家 他们都竭尽所能 或明或暗支持乌克兰 这个战打到底 因为他们知道 乌克兰是在为谁打仗 看似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实际上乌克兰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就是乌克兰一旦倒下 那后面就是多米诺骨牌 挨个挨个全都倒下 所以说这些领导人 头脑十分清醒 这个时候如果绥靖 抱有侥幸心理 那将来必定要吃大亏 因为俄罗斯 它就不是一个文明国家 俄罗斯似乎离现代文明 还有点路 对外扩张 领土扩张 是这个普京 俄罗斯人的这个 叫路径依赖 说到文明 咱们看一段视频 有些人 为什么要 污名化文明 为什么要否定文明呢 因为它现在已有的一切 都是靠不文明的方式 获得的 所以它害怕文明 所以它就要否定文明 它就要污名化文明 污名化文明之后 彼此互害 就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否定文明之后 野蛮就有了正当性 这样做就可以 可以让受众抛弃文明 因为大家一想 文明不存在 所以野蛮天经地义 这个逻辑 就可以让它获利 因为在不文明的领域里边 它是高手 当然 人类本身就是从野蛮中走过来的 但是从野蛮中走过来 不代表就不能够进入文明 可有一部分人 虽然也是从野蛮中走过来的 可是它就是 不愿意进入文明 因为它接受不了这样的挑战 因为不文明就是它所有的生存经验 它可以用它多年不文明的经验 去打败它的竞争对手 所以它拒绝文明 因为到了文明之中 它就没有经验了 它没有文明的经验 而且它现在所有的累积 都是靠不文明的手段获得的 所以它也不愿意走进文明 因此它就要否定文明 因此它就要无名化文明 这样它才能够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受众人追捧似的 继续用不文明的方式 火力 包括打击否定文明的那些基础概念 比如说自由 比如说法治 比如说平等 比如说公正 告诉你们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这样它就能够理所当然地野蛮了 可以理所当然地用不文明的手段 继续让你们互害它互利了 明白了吧 这个美女说得太好 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文明 说得非常清楚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不能抱有幻想 只有支持乌克兰 帮助俄罗斯放选 让俄罗斯衰弱 让俄罗斯自己内部发生变化 让卡德罗夫 普里克金这样的人 越来越多 揭竿而起 俄罗斯分裂成几十个小国 这是唯一出路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